日本航空一架客機昨天降落東京羽田機場跑道時 同一架海上保安廳定翼機相撞後起火 機場今日取消大約100班航班 有1.9萬名乘客受影響 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明指 本港旅行團較少使用羽田機場 即使乘搭一航 客機也多數會在城田機場升降 因此暫時沒有受影響 至於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近岸在雲旦日發生的 7.6級強烈地震 袁振明今早在港台節目表示 縱橫遊為了國防安全 已決定取消一月所有前往石川縣島的旅行團 已陸續聯絡受影響的約150名團友 讓他們選擇轉團、保留或傳送退款 她表示目前大部分已接觸的客人選擇改往日本其他目的地 袁振明指目前屬於旅遊淡貴 因此報名往石川縣縣島旅行的人不多 一般7天團費約1.3萬至1.4萬元 當全部人選擇退款會損失約200萬元 不過她指自從地震發生後 報團和查詢的人數趙降 她相信與不少人採取官網態度有關